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公 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少个汉子吗 不多 八万一千七百二十二个本而已 你怎么知道 那写着呢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Davan 我来自Okola 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在书关子汉子业 汉子历史馆 这里面都有那些汉子 相关的你们呢 给我力气来感受中华维华的美丽 第一个Davan 汉子艺术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汉子艺术馆 你可以了解到汉子艺术的情愿 演变国权 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体验项目 哎呀 说不完 很本说不完 所以给大家请来Evan Menyu老师 让他介绍一下 你好 你好 来自 谢谢 欢迎 咱们参加汉子艺术馆面积有四千多屏 根据功能划分呢 设立了展览区 文创区 体验区 互动区 小剧场等板块 是目前咱们中国最大的一家 以汉子演变为主持的艺术馆 百家姓就是family name 你认识哪个 你指一指 哪个字你认识 歇 歇 歇 还有呢 这是啥 忘了 忘了 高 高 对 这里是一个飞衣展区 这里展出的所有的项目 都是以苍结造字为题材的 这些身子干什么用的 这是结绳记事 结绳记事就是远古人类用来记录事实 进行传播的一种手段 淘气和淘片上的符号 为我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找到了出处 对于中国汉字的传承呢 找到了源头 哇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甲骨和瘦骨上的一些文字 Amazing Amazing 哇 哇 非常大的一张纸啊 哇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手中捞着宣纸 它还有个名字叫三丈三 长十一点四 宽三点六米 哦 是由四十四位师傅 加上八位辅助工 经过了一百零八道工序合理完成的 哇 这么大 还有一些芝麻多汉子 是的 是的 一二三 哇 哇 哈哈 这是世界的五十五 都是跟汉字有关的 五十四五十五 为什么他说这个书是超重的 对啊 为什么不是在这里五十四 中国古代的书它都是反的 啊 所以要开始从后面 对对都是反的 在印刷树发明之前 文化的传播主要是靠孙超的书籍 你知道咱们中国的活字印刷是谁发明的吗 哪有谁你太想看不到 谁比谁 哦太厉害了 这是固定棒 先把固定棒取下来 拿起这个墨 擦 擦墨 来你试试 对上一下 轻轻的 擦个三四下就行 摸一摸哪个是比较光滑的 竖在活字板上方 左手往下拉 拉 来手摁住 对手摁住 右手拿起 轻轻的滚动 对对对 哇 太棒了 黄色楼 立白 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刁板印刷 我们来体验一下吧 来 今年是龙年 我们来印一条龙吧 真好 我也也是奢望 哦是吗 真的 好好了 轻轻的 慢慢的 轻一点就行 这个摸擦轻轻的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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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造纸数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这里可以体验古法造纸 Let's go 今天通过韩子 我们触摸到了远古的智慧 领悟到了深厚的真地 来竞争了真化文化 从西远到发展的过程 每种自信 每种演变 都得变 一个时代的文化 繁茫 我爱远方 都知道 手关是 手材之下 那时候在远方手关 必须来 手关手材 博物馆 看看 这边 你看看 很多的菜籽 预示着蔬菜 是受光农业的一个支柱产业 你看这个菜籽金柱 往上看 还有三千个叶片 组成了一个蔬菜千叶顶 它呢 预示蔬菜文化 渊源流长 也体现了蔬菜产业 根深叶茂的这么一个意境 里面这些也是一个城市 不是城市 是一个展示骨魂 展示了这个土地和人民之间 息息相关的这种骨肉关系 这是大铮 大铮 大铮 中蔬菜 现在的旅程 今天行程 终于来自行程 尽有的尽量 尽头 的水晶 和和摩咖啥 的通风际 和和称地和尖谷 参展示的 透明 Wr Sap 我们很深浮识地 美识的 视频 您的实力 地和尖谷 的非识呢 我们的声誓 浮性 对我们的肌肉 并请 欢迎 欢迎来到威风 我看见你的创新了试试 我看见你的风景 如果你也想感受孩子的美丽 不妨来看看 我说可以吗 我妈炸的那个萝卜丸子 这个是很棒的 我看见你的创新了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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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有来到威风的话 我一定就是带他们来这边看一看转一转 欢迎来到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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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威风